北京时间11月12日消息 WTT常规挑战赛斯洛文尼亚新梅斯托战进入到正赛阶段 南单首轮 王楚清以3比1击败了罗伯勒斯 周启豪以3比2险胜拉什科战亚军格拉斯门科 涉嫌过关 中国台北老将庄志渊1比3出局 女单方面 王毅迪 刘伟山分别战胜各自对手 携手善晓纳 倪夏连等名将过关 王楚清迎战西班牙选手阿尔瓦罗罗伯勒斯 首局比赛 王楚清有些慢热 自身失误偏多 上来以5比11先丢一局 随后的比赛 中国南京零零后小将如梦方醒 逐渐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 以11比8 11比6 11比9连赢三局 从而以3比1逆转击败了罗伯勒斯 闯进下一轮 周启豪迎战拉什科战南丹亚军 哈萨克斯坦选手 基里尔格拉斯门科 这场比赛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周启豪开局以8比11失利 随后 以两个11比6胜出 局分2比10跑 第四局 周启豪未能把握住关键分 格拉斯门科以11比9胜出 决胜局 周启豪火力全开 以11比4锁定胜局 从而以3比2艰难战胜格拉斯门科 晋级16强 中国台北老将庄志渊迎战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 庄志渊经历过奥运会和士兵赛的洗礼 但九输战争进入状态较慢 以5比11 8比11连丢两局 第三局以11比8胜出 第四局 庄志渊关键分处理不够细腻 以15比17西败 最终以1比3布迪勒布伦 遗憾出局 女单正在首轮 王毅迪迎战法国选手普里蒂卡帕瓦德 尽管对手实力一般 但这场比赛 王毅迪打得比较艰难 首局一度陷入困境 好在他的进攻威力十足 11平后连得2分 以13比11拔得头筹 第二局 双方开局依旧胶着 王毅迪在局中突然发力 打出一波得分小高潮 以11比7再下一程 第三局 两位选手再次陷入苦战 王毅迪虽然有些急躁 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但整体实力还是高出一筹 以13比11拿下 从而以3比0击败帕瓦德 晋级16强 刘伟山迎战德国选手 尼纳米特兰姆 首局比赛 刘伟山仅丢2分 以11比2速胜 接下来 中国姑娘顶住对手反扑 以12比10 11比8胜出 从而以3比0淘汰了米特兰姆 入围女单16强 其他场次 善晓纳以3比011比8 11比5 11比9 击败意大利选手佐吉亚提克林 卢森堡长青树尼夏莲 以3比011比9 11比3 11比7 战胜奥地利选手艾米利索尔加 晋级16强 13比1 10比4